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13号星期一 我是主持人肖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加州财年迄今收入低于预期 距禁山市又增添新全景公园 特朗普封口废案 明星证人科恩出庭作证 美国汽车协会发预警 国商日常周末出行人数 料将创纪录 中国本周启动超长期国债发行 以刺激经济 中国内地本月27号起再开放多八个城市赴港澳自由行 乙军表示已对哈马斯进行精准打击 哈马斯谴责拜登加沙停火取决于哈马斯是否释放人质的说法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温区新闻 本来记者田霞5月13号沙家免都报道 加州主记长郭贤发布4月份现金流报告 截止到2024年4月30号 本财年加州普通基金收入支出和实际现金金额动态状况现实 收入低于预期 截止到4月份的财政年度 迄今收入为1亿1698亿美元 比州长预算预估要低近48亿美元 即2.7% 加州的现金状况比预期好76亿美元 本财年支出为1849亿美元 比拟议的预算预测少近124亿美元 即6.3% 本来记者天霞5月13号旧金山报道 加州旧金山市长布里德 第六区市议员麦德成 旧金山行政官朱家文 以及各界人士为最新开幕的全景公园剪裁 该公园位于耶尔巴布埃纳岛 以经典的全景360度美景而组成 全景公园是金银岛和耶尔巴布埃纳岛 前海军基地复兴计划的一部分 扩建后将拥有8000套新住宅 300英亩的新公园步道以及开放空间 还有新的餐馆和商店 学校以及图书馆 还有世界一流的公共艺术装置 本来记者天霞5月13号 东万综合报道 据ABC地方7号台的消息 加州圣塔克拉拉县 耗资数十亿美元的安德森大坝抗震改造项目 即将迎来重要的里程碑时刻 该隧道将减少洪水风险 并提升水流从大坝周围引出的速度 该隧道目前已接近完工 完成总体进度的80% 隧道能够协助释放大量的蓄水 如果需要 此隧道可以快速降低水库的水位 到明年 隧道将把大坝周围的水引出水库 为期7年的抗震改造工作便可正式开始 本来消息 东华医院在旧金山凯越酒店 最近举行庆祝创院125周年 此次盛会不仅回顾医院 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及当前成就 更展望对未来发展 强调医院125年来 一直秉承的优质医疗服务之宗旨和承诺 东华医院最近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 2024年度美国最佳州内医院之一 这是对医院核心价值和文化的重大认可 本来记者张苗5月12号 万区总和报道 据圣河西水星报的消息 根据房地产数据公司Costar的数据 包括旧金山和圣马雕县在内的旧金山大都汇区 2023年至2024年第一季度期间 月租金中位数上涨1.3%至3060元 而圣塔格拉拉县的月租金中位数上涨1.5%至2,990元 康曲戈士达县和阿拉米达县的平均租金 下降了1%至每月2,393元 这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同比下降 与此同时 东湾的控制率高 控制率达到了7%左右 也高于旧金山或圣河塞大都汇区的5%控制率 以下来关注美国新闻 彭博社周一报道称 财政部长耶伦表示 他希望中国不要对华盛顿为保护其关键新性产业 所采取的措施进行重大报复 耶伦拒绝证实拜登政府将对中国出口新三样 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中国商品 征收新的关税 但他在周一的采访中创 应当针对我们的担忧来采取措施 而不是一概而论的解决问题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周一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受到房价、燃料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 4月份消费者上调了对近期和长期物价上涨的预期 报告指出 由于受调查者对联储会短期内 实现2%通胀目标的信心不足 4月份消费者对一年内物价上涨的预期上升到了3.3% 比3月份高出0.3个百分点 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消费者对5年内物价上涨的预期升至2.8% 较3月份上升了0.2个百分点 周一前总统特朗普封口费一案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他曾经最忠诚的副手之一 科恩在周一的庭审现场中承认了他曾替特朗普向艳新丹尼尔斯支付13万元的事实 科恩作证实称把他的角色描述为特朗普的前课是公平的 因为他会搞定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特朗普的辩护律师则从庭审一开始就攻击科恩的可信度 骂他是不可信赖的骗子 离开法院后的特朗普猛烈抨击了法官胡安莫钦 称封口费一案是一个骗局 美国汽车协会周一发布的报告预测 今年国商日长周末全美开车出行人数将创历史新高 预计全美将有4380万人离家50英里或超过50英里 这高出了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 出行人数将比去年同期增加4% 于2005年创纪录的4400万相差无几 预计会有350万人乘坐飞机出行 另有190万人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出行 比去年同期增加5.6% 欢迎收听新闻快车道 我是主持人萧芳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财政部13号公布今年超长期国债发行安排 期限包括20年期、30年期、50年期 全年合共22期 本周五开始发行 最后一期将于11月15号发行 另外周五招标的特别国债数30年期 每半年派息一次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3号要求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 高质量做好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以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各项工作 中国国务院当天召开支持 两重建设部署动员视频回忆 李强表示 要统筹做好今年及 未来几年重点任务安排 统筹用好常规及超常规各项政策 更好统筹政府投资及民间投资 更大力度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两重建设 两重建设是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3号在北京出席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仪式并致此 韩正表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 在风险挑战面前 各国应该同舟共计 坚持合作共赢理念 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同各方共享发展红利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和中国将于14号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讨论人工智能AI问题 强调会谈将讨论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 但不会就华府政策进行磋商 官员明确指出 会谈不是促进任何形式的技术合作 也不是在任何问题上进行前沿研研究合作 美国的技术保护政策没有商量余地 官员说 中国在民用、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 快速部署人工智能 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 会谈将使华盛顿能够直接表达担忧 报道指出 美国国务院已敦促中国和俄罗斯 做出和美国类似的声明 即只有人类而绝非人工智能 做出部署核武的决定 香港特区政府13号热烈欢迎内地 公布优化实施约一年的互换通安排 政府发言人表示 特区政府致力深化及扩大内地 与香港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今日公布的措施是一个月内 第二批优化措施 进一步促进两地金融衍生工具市场 协同发展 发言人表示 互换通去年5月落实以来 一直运作顺畅 投资者参与持续上升 按月计算的日均成交 民意本金自推出首月增长近三倍 截止上月平均超过120亿元人民币 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和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经中央政府批准 中国内地本月27号起 再开放多8个城市赴港澳自由行 有酒店业人士说 这次政策对香港有很大提振作用 本港酒店有足够承载力应付 零售业界相信 来自这8个地方的旅客 对香港会有很大的新鲜感 至于这些地方的旅客 部分可能是少数民族 业界会密切留意情况 适时调节策略 据中国官媒报道 中国国台办13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导致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基础 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台湾地区无法参会 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 发言人陈兵华说 关于台湾地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 大陆的立场一贯明确 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民进党当局近期利用国际社会 对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关注 一再操弄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 真正目的是借此凸显所谓主权地位 真实用心是以为谋独 挑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民进党当局的欺骗挑衅行径 早被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识破 必遭挫败 中国外交部当天说 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 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 英国警方日前起诉三人 涉嫌协助香港搜集情报和外国干预 违反英国国安法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13号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英方无理指责香港特区政府 中方已就此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 声明表示 英方对中方的一系列指责 包括所谓中国间谍案 中国网络攻击事件等 均属无中生有恶意诋毁 又指英方打着司法和国家安全旗号 任意骚扰逮捕和拘留在英中国公民 是对中方的严重挑衅 严重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另据消息三人13号在西斯敏区地方法院应讯 全部获准保释 三名男子其中两人分别38岁及63岁 随着中国多地开始对宠物友好型交通出行方式进行尝试 近日中国首家宠物后机厅在深圳机场国内货站正式启用 并创新推出一站式宠物出行服务 这在中国上述首家 截止目前已累计服务了40多只宠物 深圳机场宠物后机厅位于国内货站B1区 室内面积约210平方米 厅内配套有全方位监测系统 可对温度、湿度、空气质量等进行24小时监控 宠物后机厅实行猫、狗分区 每只宠物都拥有独立的后机空间 并设置了宠物娱乐空间 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以军发言人哈加里13号表示 以军继续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进行精准打击 至今已经打死数十名巴勒斯坦武装分子 并发现地道和大量的武器 哈加里又强调 以军致力于实现击败哈马斯 并使乙方所有被扣押人员获释的目标 以军又说 星期六晚间和星期日上午 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凯隆 接连遭到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 巴勒斯坦传媒报道 以军继续轰炸加沙多个地区 造成多人死伤和被埋在废墟下 加沙卫生部门说 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 以军行动已造成超过三万五千人死亡 另外七万八千人受伤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表示 加沙停火取决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是否释放以色列人质 哈马斯13号发表声明回应 对拜登的说法表示谴责 声明称拜登的言论令停火谈判进程倒退 因为之前哈马斯同意停火协议草案 是经卡塔尔和埃及斡旋 在美国了解和掌握的情况下进行 拜登的言论也再度证明了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 他的言论也为以色列发动军事行动 提供了政治掩护和军事支持 并为以军在加沙的行动提供更多时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 以色列至今没有保护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140万居民的可靠计划 又指如果以军在拉法的行动 未能消灭所有哈马斯武装分子 可能引发动乱 布林肯还说 美国政府正继续敦促以色列领导人 提供关于加沙在战事结束后的计划 他又指出 哈马斯武装分子已经重返一些 之前被以色列解放的加沙北部地区 俄罗斯接染乌克兰边境的比尔格罗德市 12日受到导弹袭击 一幢住宅大楼倒塌 至少14人死亡 比尔格罗德当天上午发布多次导弹袭击警报 这幢住宅大楼怀疑受波及倒塌 紧急情况部发言人表示 在楼宇的瓦砾中发现多具遗体 救援人员持续在现场搜救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比尔格罗德市遭到乌克兰军方导弹和火箭弹密集攻击 形容这次是针对居民的恐怖主义袭击 射击至少12枚导弹 其中一枚战术弹道导弹被击落后 碎片击中了一幢住宅大楼 导致多个楼层倒塌 停泊在周边的十多辆汽车也被毁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乌克兰方面暂时未有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12号表示 俄军再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占领多四个村庄 又指俄军已深入乌军的防御攻势 俄罗斯国防部在之前一天也宣称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地区占预五个村庄 乌克兰军方说局势复杂 但乌军正在设法阻止俄军的进一步进攻 哈尔科夫州州长西涅古波夫也说 北部边境几乎所有地区几乎不分昼夜受到俄军攻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发布晚间视频时表示 哈尔科夫边境的大部分地区正在发生防御战 一些村庄实际上已经变成敌对行动区 他又说顿孽兹克一些地区的战斗也同样激烈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签署总统令 任命邵伊古为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并提名前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为国防部长 邵伊古从2012年担任国防部长 被视为普京的长期盟友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表示 普京希望由邵伊古负责军工事务 有报道认为这次人事变动 为邵伊古提供了一个 技术上被视为比国防部长更高级的职位 确保了他的工作连续性和挽回他的面子 至于原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将调任另一项工作 会在未来几天做出公布 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会继续留任 另外包括外长拉夫罗夫等官员就获普京重新提名 担任原有职位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3日向总统尚达曼提交辞呈 李显龙表示他与本届政府将于5月15日正式卸任 后任总理黄勋才已接受总统邀请组建政府 他将率领新内阁在5月15日宣示就职 根据新内阁名单 黄勋才接任总理后会继续管理财政部 现贸工部部长严勇 严金勇兼任副总理 并替代黄勋才担任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主席 黄勋才早前表示 李显龙卸任总理后 将会留在内阁担任国务资政 现年72岁的李显龙2004年8月就任新加坡总理连任至今 立陶宛大选的首轮结果13日出炉 无人得票过班 26日将举行第二轮决选 由现任总统脑赛达对决总理习莫尼特 脑赛达选前抛出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有更名必要引发关切 对邻国俄罗斯的担忧一直主导这次选举 所有主要候选人都赞同身为北约组织和欧盟成员国的立陶宛 应增加国防开支以应付来自俄国的威胁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1.26点跌幅0.024% 报收5,221.42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81.33点跌幅0.21% 报收39,431.5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47.37点 涨幅0.29% 报收16,388.24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